粉庄楼61横县70回Feng Wang Lu Chapters 61横县70 Cosmetic Co-Building by Lu Guangzhou The Original Chinese 粉庄楼61-70回罗冠中第61回御书楼 庭方横施都堂府小姐遭行话说 沈庭方正推仓房 却惊醒了博玉霜 大叫道有贼来了 吓得那些守夜的水手中江 茫茫掌灯进仓来看 慌得沈庭方茫茫起身往床上就爬 不想心慌爬错了 爬到锦上天床上来 锦上天吃醉了 知刃做是贼 反手一掌 却打在沈庭方脸上 沈庭方大叫一声 鼻子里血出来了 说道好打 好打 那些家人听见公子说道好打 知刃做贼打了公子 慌忙拥进仓来 将灯一照 知见公子满面是血 锦上天扶坐床上 众人一时下着了急 那里看得分明 把锦上天认做是贼 不由分说 一同上前 扯过了沈庭方 那到了锦上天 抡起拳头 浑身乱打 知打得锦上天猪 哼哑叫 乱喊道 是我 是我 莫打 莫打 打死人了 那些家丁听了声音 都吃了一惊 扯起来一看 知见锦上天被打得头 柔轻眼中 吓得众家人面面相去 在看沈公子时 满面是血 浮在床上不动 众家人 箭打错了 茫茫点灯 满船舱去照 知见前后舱门 巨士照就未动 大家吃惊 说道 贼往那里去了 难道 飞去了不成 锦上天埋怨道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不会捉贼 知会打 我真是抓住了 当贼打了我 我打贼一拳道 被你们放掉了 还来乱打我 苍礼伯玉双瞳秋红 也起来穿好了衣衫 点灯乱照 说道 分明有人扭板 为何不见了 众人忙在一处 唯有沈亭芳明白 知事不作声 见那锦上天被众人打得鼻肿嘴歪 抱着头蹲着哼 沈亭芳看见又好笑又好气 忙令家人捧一盆热水 前来洗去了鼻中血迹 穿好了衣衫 也不睡了 假意拿住了家人 骂了一顿 说道 快缺备早当来吃 陪锦大爷的礼 闹了一会 早已天明 家人备了早善 请三位公子吃过之后 船家随即截揽肩船 依旧动身攒路 这薄玉霜自此之后 点灯看书 每夜并不睡了 只有日间无事略睡一刻 弄得沈亭芳 没处下手 折了急 按同锦上天商议 说道 怎身弄上手才好 那日闹贼的夜里原事 我去扭他苍板想动 让他必晓得了些 他如今夜夜不睡了 怎身是好 锦上天笑道 原来如此 累了我白挨一顿打 我原劝过大爷的 不要着锦 弄经了他到转不好 从今以后切不可动 但当作不知道 等他到了长安 稳定他进了府 就稳变了 沈亭芳无法 知得忍耐 贺令船家不许歇息 连日连夜的往长安赶路 恰好顺风顺水 行得甚快 那日到了一个去处 的名叫做巧村 却也是个正式 离长安还有一百多里 起先都是水路 到了此地 却要起汉登城 那日省亭芳的座船 顶了巧村镇的码头 网了 吩咐众家人 不可惊动地方官 唯恐又要耽误功夫 迎迎送送 盛世不便 知与我寻一个好房子 歇宿一宵 明日赶路 要紧 家人领令 离船彼岸 寻了一个大大的宿殿 搬上行礼物 建下了房子 然后扶沈亭芳上岸 自有店主人前来迎接进去 封了几两银子 赏了船家去了 沈亭芳等进了歇店 歇了一会 大色上澡 自同景上天出去散步玩耍 博玉霜同秋红 捡了一个僻静所在 铺了床帐 也到店门口 闲步 才出了店门 知见三条大汉 背了行李 也到店里来住宿 博玉霜听的三个人之内 有个人是怀安的声音 茫茫回头一看 知见那人身的眉粗眼大 腰细身长 穿一件绿绸件袄 挂一口腰刀 面貌颇熟 却是一时想不起明信来 又见他同来的二人 都是标形大汉 冒号一个白面围须 穿一件原色健袄 也挂一口腰刀 一个是虎头抱眼 白面无须 穿一件白卷健袄 手提短棍 棍上挂着包袱 三个人进了店 放下行李 见那穿白的叫道 龙大哥 我们出去望望 那穿绿的阴道 是了 便走江出来 看见伯玉霜 便住了脚 凝神来望 伯玉霜 越发疑心 猛然一想 是了 是了 方才听得那人 喊他龙大哥 莫非是龙标道 此吗 仔细一看 分毫不差 便叫道 族下莫非是龙标兄吗 原来龙标同阳春 金辉 奉军师的将领 到长安探信 后面还有孙标 带领二十名楼兵 也将到了 当下听见 伯玉霜叫他 他连忙答应道 不知族下是谁 小弟一时忘记了 伯玉霜见他 果然是龙标 心中大喜 连忙扯住了 龙标的一妹 说道 借一步说话 二人来到后面 伯玉霜道 龙恩兄 可认得奴伯玉霜了 龙标大惊说道 原来是小姐 如何在此 闻得你是 红恩的兄弟 送你上船 往长安去的 为圣今日 还在这里 伯玉霜见问 两类交流 岁江得病在 金山寺的话 说了一遍 又问道 恩兄来此何事 龙标见问 岁江罗坤被害 就上山寨 落后礼定 秦桓 陈佩都上 鸡找山的话 说了一遍 知因前日 罗灿在一针 路见不平 救了胡兰姑 打了赵家五虎 自投道关 多亏卢轩定 既救了 罗灿 阳春 金辉 并众人的家眷 都上了山寨 如今我们奉军师的将令 令案到长安探幸 外面二人 那穿白的 便是金辉 那穿黑的 便是胡葵的表弟 阳春 伯玉霜道 原来如此 道多谢众位 恩公相救 既如此 就请二位英雄 一回有何不可 龙标道 不喝 那沈亭方十分奸诈 修使他看破机关 俺们如今之推 两下不相认 到了长安在做道理 伯玉霜道 言之有理 说吧 龙标起身上露了 那秋红在旁听见 暗暗欢喜 不一时 那沈亭方同井上天回来了 吩咐 收拾晚餐吃了 早早安歇吧 且言龙标睡在外面 金辉问道 日间同你说话的 那个后生是谁 龙标道 不要高声 悄悄地碎 江伯玉霜的 使味恨游 告诉了二人一遍 杨春说道 原来是罗二嫂了 果然好意表人才 俺们何不接他上山 送与罗昆成其夫妇 龙标道 他要上长安 投奔他爹爹的 他如何肯上山去 俺们明日之事 暗暗地随他去讨伯大人的消息变了 三位英雄商议定了 疑速已过 四日 五根起身 收拾亭当 早见沈亭方同井上天起身 吩咐家人说道 快快收拾行李 请博香公用过早当 坐下车子 离了正式 进长安去了 龙标见博玉双去后 他也出了歇店 打起行李 暗暗同金辉 阳春等 紧紧相随 赶到了黄昏时分 早已到了长安的北门 门上那日正式始终 王月之日 盘查间隙 那二人听见沈公子回来 忙来迎接 见过了时 站立一旁 那始终的眼快 一见了博玉双 茫茫向前叫道 博香公 俺始终在此 博玉双大喜道 原来是始教头在此 后面是我的人 我明日来候你 说吧 进城去了 然后龙标等进城 始终问道 你们是博香公的人吗 龙标顺口音道 正式 始终就不盘查 也放他进去了 且颜博玉双进了城 来与沈亭芳做别道 多猛公子盛情 里当道府奉谢才是 天色晚了 不敢造府 明日清晨道府奉谢罢 沈亭芳道 岂有此理 且道舍下歇歇再走 那锦上天在旁接口道 博兄好声放样 自古同行无书办 寄到此 那有过门不入之理 那博玉双支的令秋红 铜龙标暗暗在外等后 遂同沈亭芳进了乡府 却好沈大师往米府饮酒去了 沈亭芳引伯玉双入玉书楼上 按令家人不许放走 便来到后堂 见他母亲去了 但言伯玉双上了玉书楼 自有书童倒茶 吃过茶 那锦上天坐了一刻 就闪下楼去了 看看天黑了 只见两个丫鬟掌灯上楼 博玉双信集要走 两个丫鬟扯住了 说道 公子就来了 博玉双支的坐下 看那楼上免图书满架 十分齐整 那乡挤上摆了一座大坪 坪中插了一支玉如意 博玉双取出来看 只见金银夺目 果戏蓝田至宝 正在看时 呼见沈亭芳笑嘻嘻地走上楼来 说道 娘子 小生久知你是女扮男装的一英美女 今日从了小生 倒是女帽郎才 天元作合 说罢 便来搂抱 博玉双剑机关已破 大叫一声 说道 罢了 罢了 我带婆婆报仇便了 拿起那玉如意 照定沈亭芳面上 打来沈亭芳出其不意 回避不及 正中天灵 打得脑浆泵流 望后便道 那伯玉双也往楼下就跳 不知小姐生死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穿山甲玉过天星奇巧云 替伯小姐话说 伯玉双拿玉如意将沈亭芳打死 自己知道不能免获 不如坠楼而死 沈得出乖漏丑 遂来到楼口庸生跳下 谁知这井上天晓得沈亭芳上楼前来吊戏 唯恐伯玉双一时不能从顺 故闪在楼口 按听风声 呼听沈亭芳哀的一声 滚下楼来 他者了急 赶来救时 正欲伯玉双坠下楼来 他急抢步向前一把抱住 叫道 你往那里走 大叫众人 快来拿人 那些家人正在上前四后 听得井上天大叫拿人 慌得众人不知缘故 依依前来 看见公子睡在地下 众人大惊 不由分说将伯玉双情柱 一面抱与夫人 一面来看公子 只见公子天灵打破 脑浆直流 浑身一摸 早已冰冷 那些男男女女 哭哭啼啼 乱在一处 沈夫人闻抱 慌忙来到书房 见了公子已死 哭道在的 众人扶起 夫人叫众人将公子 施手抬过一边 便叫问伯玉双道 你是何人 敬我相辅 将我孩儿打死 是何缘故 伯玉双双目紧闭 知不作声 夫人见他这般光景 心中大怒 忙令家人去请大师 一面将沈亭芳 施手 移于前厅停放 忙在一堆 闹各部了 暗下家中之事 且言那沈谦因得了二疆 心中圣喜 正在米服饮酒 商议大事 忽见家人前来报道 大师爷 获释到了 今有公子回来 带了一个淮安姓伯的 女扮男装的客人 上了御书楼 不多一回 不知怎样那人将御如意 把公子打死了 现在夫人审问缘由 这小人们请太师爷 速速回去 审千听的此言 这 一惊非同小可 顶梁门轰去凄破 你玩弓飞去三魂 起身便跑 米顺在旁听的 也吃了一惊 连忙起身同 审千一同而来 审问情有 不表 且言这长安城中 不一时就哄动了了 那些百姓 三三两两 人入传说道 好新闻 沈公子带了一个 女扮男装的角色回来 不知何故 沈公子却被那人打死了 少不得要发在地方官审问 我们前去看看 是个什么等人 不表众人议论 且言那秋红 同龙标 金辉 阳春四人 在相扶前等候 伯玉霜出来 等了一会 不见出来 四人正在着急 呼见相扶闹 将起来 都说道 不好了 公子方才被 那怀安信伯的打死了 有人去请太师爷 也快回来了 门口人忙个不住 秋红听的此言 魂飞魄散 忙忙同龙标等四人起身就走 走在一个僻静巷内 秋红哭道 我那苦命的小姐 于千山万水已到长安 只说投奔老爷 就有安身之处 谁知赶到了此地 却弄出这场货来 叫我如何是好 又不知老爷的衙门在何处 叫那个来救小姐 龙标道 不要哭 哭也无意 俺且寻一个下处放下行李 再做道理 金辉道 北门口我有个熟店 习年在他处住过的 且到那里歇下来再讲 当下四人来到这个熟店 要了两间草房 放下行李 叫店小二收十页饭吃了 秋红点着灯火 三位英雄改了妆 进奔省府打探去了 这且不一 丹延那省千同 力步米顺同道相辅 进了后堂 知见夫人伴着省庭方的尸首 在那里啼哭 省千见了心如刀角 抱住了尸首大哭了一场 坐在厅前 忙令家人推过凶手 前来审问 众家人将薄玉霜 推到面前跪下 省千叫道 你是何人 为何女扮男装前来 将我孩儿打死 你是何方的奸细 是何人的指使 从十招来 那薄玉霜之不作声 太师大怒 叫令动行 薄玉霜想道 若是说出实情 岂不带泪跌跌又受审贼之害 不若改姓昭成 免得灵心受苦 睡觉道 众人羞的动行 有言想上 省千道 快快招来 薄玉霜道 范女姓胡 名叫玉霜 知因父亲出外贸易 家中婉娘逼我出嫁 无奈 故儿难装 出来寻我父亲 不想被公子试破 又尽相辅 哄上后楼 乐逼行好 奴家不从 一时失手将公子打死事实 省千回头问锦上天道 这话是真的吗 锦上天回道 他先说是姓伯 并不曾说姓胡 米顺在旁说道 不论他姓伯姓胡 自古杀人者偿命 可将他问成寡罪 送到都查愿审问 然后处决 大师一言 写成罪案缘由 令家人押入兜唐去了 原来兜唐不是别人 就是他弟弟亲亲的父亲 长了都查愿正印 博文连便是 自从在云南升任 调取静京 彼时曾遣人至正江 问小姐消息 后文大闹正江 小姐一还流落 薄宫心交 因静京时路过家中 要处死侯登 侯登却躲了不见 博公愤契 不带家眷 知同其子父等进京 瞧瞧博玉霜发信 在此 当下家人领了博玉霜 解道都堂衙门 却好博爷正做晚堂审事 审府家人呈上案卷 月道 大帅有命 凡大人审问明白 明日就要回话 博文连说道 是什么事 这等着急 便将来文一看 见了 怀安贼女 胡玉霜 女扮男装 前进相辅 打死公子发 该都愿 审明存案 斩气报来 博爷大惊 口道 凡你拜上太师 待本愿审明 回报太师便了 家人将 博玉霜 交代明白 就回乡府去了 博爷 吩咐 带胡玉霜 后堂 听审 众议 将胡玉霜 引入后堂 博爷 在灯光 下一看 吃了一惊 暗想到 这分明 我玉霜 孩儿的 模样 又不好动问 便向众议道 你等退出 大堂伺候 此乃相辅密室 本愿要细审情由 众人听的吩咐 退出后堂去了 博爷说道 胡玉霜 你既是怀安人 你可抬起头来 认认本愿 博玉霜 先前是下昏了的 并不曾睁眼抬头 经翻听的 伯爷一声呼唤 却是他父亲的声音 如何不懂 抬起头来一看 果然是他爹爹 不觉泪下如雨 大叫道 哎呀 爹爹 苦杀你孩儿了 伯爷见果是他的娇身 茫茫向跟前一把扶起小姐 可怜二目中 颇嗦嗦的泪下如雨 抱头痛哭 问道 我的娇儿 为何孤身到此 遇到奸徒 弄出这场货来 薄玉霜寒泪便将继母童侯登勒逼 在坟堂自尽 遇着龙飙香酒 后来侯登找寻踪击不见 秋红送信童头震将母救 又遇米贼招哉 知得南庄奔长安而来 不决被沈云方释破机关 又进相府 欲行抢逼 顾孩儿将他打死的话 说了一遍 伯爷说道 都是为父的贪恋为官 顾累我孩儿受苦 说吧 盲令家人到外乡 吩咐言问 自己扶小姐进了内堂 早惊动了张二娘 其巧云并众人 丫鬟前来迎接 伯玉霜问世何人 伯爷一一说了底细 玉霜茫茫进前诗里 说道 恩姐请上 受我一拜 慌得那其巧云茫茫搭理 口道 奴家不知小姐驾灵 有失远迎 二人礼必坐下 其巧云便问道 小姐为何难装至此 伯爷将前后情犹说了一遍 巧云大惊道 这还了得 伯玉霜道 奴家有怨在先 知是见了爹爹一面 肃明冤枉 拿了侯登 报仇雪恨 死亦明目 今日既见了爹爹 又遇着恩姐 晓得罗坤下落 正是奴家静节之日 但是奴家死后 知求恩姐早晚照应我爹爹 别无他主 这些话听得众人哭声 七七惨惨 伯爷指 我的孩儿休要哭 哭也无意 呆为父的明日早朝 将你被他又逼情 犹上他一本 倘若胜上准本便罢 不然为父的拼着 这一条性命与你一处上罢 免得牵肠挂肚 伯玉霜道 爹爹不可 穆金省千当权 满朝布是他的兼党 旷侯登出手罗坤 谁不知道到爹爹的女婿 当初若不是侯登假爹爹之名出手 知怕爹爹的官职久已不保了 孩儿拼着一死 其不干净 伯爷听得越发悲伤 那张二娘童其巧云劝道 老爷休哭 小姐此刻尚未用饭 可安排晚膳 请小姐用饭 再做商量 伯玉霜道 那李吃得下去 一会儿其子父来到后堂 看见小姐 行了礼道 是财文的小姐凶性 我心中十分着急 知事无法可施 奈何 奈何 不想那其巧云问他父亲商议 我父 女儿上年不亏罗二公子 焉有今日 就是后来发配云南 若不是伯爷收着 这性命也是难存保 今日他家如此 岂可不报 孩儿想来 不若舍了这条性命 替了小姐 这才算作知恩报得 结义两全 万旺跌跌见云 其子父听得此言 大哭道 为父的却有此意 知事不可出口 既是你有此心 速速行事变了 当下其巧云双膝跪下 说道 恩父同小姐修要悲伤 奴家昔日多猛罗公子相救 后又多猛老爷收留 未曾报答 今日难得小姐容貌 与奴家仿佛 奴家情愿替小姐领罪 以报大恩 玉霜道 恩姐说那理话来 奴家自己命该如此 那有替死之理 这个断断使不得的 巧云道 奴家受过 罗府同老爷大恩 无疑报答 请小姐快快改装要紧 修得推阻 伯老爷说道 断无此理 其巧云回道 若是恩爷同小姐不允 奴家就先寻了自尽 说吧 望停住上就撞 慌得伯玉霜上前抱住 说道 恩姐不要如此 那其子父在旁说道 这是我妇女出于本心 并非假意 若是老爷同小姐再三推辞 连老汉也要先寻死路 这事与妇女报恩无门 经见此为难不行 便非人类了 伯爷见他妇女真心实意 便向伯玉霜哭道 难得他妇女如此贤得 就是这样罢 伯玉霜哭道 其有此理 父亲说那儿话 这是女孩儿命该如此 岂可疑惑于恩姐之理 再三不肯 其巧云发急 催促小姐改装 不觉闹了一夜 早已天明 其巧云越发着急 说道 天已明了 若不依奴家 就出去喊叫了 伯玉霜怕带累父亲 大放悲声 知得脱下一衫 与其巧云穿了 双膝跪下说道 恩姐请上 受奴家一拜 其巧云道 奴家也有一拜 拜罢 妇女四人病章 二娘大哭一场 听得外乡 省相辅的 元姐家人 在宅门上大叫道 省了一夜 不送出来收监 是何道理 我们要回话去呢 伯爷听得 知得把其巧云 送出宅门 当着元姐家人 带去收监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解法 场龙标被捉走黑路 秦环归山 话说伯爷将其巧云 扶出 当着元岔送入监中去了 元岔不也介意 自回乡府消岔 且言伯玉霜 见其巧云去后 大哭一场 就拜任其子父为义父 伯老爷朝霸回来 满腹悲愁 又无法替其巧云活罪 知得严挨时刻 做唐理事 先审别的民情 按下不表 且言龙标 金辉 阳春三位英雄 到晚上按随 省府家人 到都查愿衙门来探幸 听得省府家人 当堂交代之时说道 太师也有令 凡大人审明存案 明日就要寡的 三人听了 吃了一惊 说道 不好了 俺们回去想法要紧 三位英雄跑回饭店 就将省府的言语 告诉了秋红 秋红大惊 说道 这却如何是好 凡诸位想一两法 救我小姐一命 金辉 道 不如等明日 我三人去解法常遍了 阳春道 长安城中千军万马 我三人甘得盛世 龙标道 若是秦桓 孙标等在此就好了 不若等暗出城迎他们去 知是城门茶的景 怎生出去 秋红道 城门是始终把守 认得我 我送你出去 便了说罢 二人起身茫茫就走 笔笔赶到北门 北门一眼 二人正在设法 呼见两个守门军士 上前一把抓住道 你们是什么人 在此何于 秋红道 你是那个衙门里的 门军道 我使父爷府里的 秋红道 我正要去见你老爷 你快快引我去 门军遂引去见了始终 始终道 原来是秋红兄道了 请坐 伯公子住在那里 我正要去候他 秋红道 凡使爷坚放城门 让我伙计出去了时 请使爷见我公子 始终听了 忙叫门军尖了城门 急让龙飙出去 不表 这里始终令人守好城门 随即起身步行 要同秋红去见薄玉霜 秋红见始终执意要见 当着众人又不好说出真情 知得同始终来到下处 进了下房 只见一盏孤灯 阳春 金辉在那里纳筹 始终道 伯恩兄金在那里 广这一句早 惊醒了惊 阳二人 跳起身来忙 问道 谁入教换 秋红道 是始父爷来了 二人明白 便不作声 始终问道 这二位是何人 公子却在那里 秋红见问 说道 这二位是前来救我家主人的 始终大惊道 为何 秋红岁江前后的情犹 说了一遍 又道 明日若结法场 求始爷相助相助 始终道 那伯都堂乃是小姐的父亲 难道不想法救他 阳春道 如今是在紧急 伯爷要救也来不及了 而且审服作对 不得过门 还是俺们准备现成要紧 始终道 且看明日的风声如何 俺们如此如此变了 当下众人商议已定 始终别了三人 自回营里料理去了 且说龙标出城 放肩大步 一气赶了二十里 那时二十三四的日子 又无月色 黑雾满天 十分难行 走到各三叉路口 又不知出那条路 立住了脚 定定声说道 莫管他 知朝宽路走遍了 走没一里多路 那条路渐渐的窄了 两边都是野外荒郊 脚下多是七弯八扭的小路 又走了一回 竟迷住了 心中想道 不好了 路走错了 回头走时 又寻不出去路 正在着急 猛见黑影子一线 又不见了 自己想道 敢是小姐当觉 鬼来迷路不成 望高处就爬 爬了两步 呼听有人叫道 龙标 龙标想道 好奇怪 是谁喊我 再听又像熟人 便应道 谁人叫我 呼见黑影子里 跳出个人来 一把揪网说道 原来当真是你 你积时到地 龙标一想 不是别人 却是过天心孙标 原来这条路 是水云庵的出路 孙标同秦桓到了长安 即到水云安 见了罗老太太 歇下人马 晚上令孙标 出来探信 那孙标是有夜眼的 故人的龙标 因此呼唤 二人会在一处 龙标说道 你为何在此 孙标虽将秦桓在水云安 见罗老太太的话 说了一遍 龙标道 既如此 快引我去 有紧要的话说 孙标文言 引龙标转弯末角 进了水云安 见了太太后 与秦桓并徐国梁 御池主见礼坐下 秦桓问道 你黑夜到此 必有缘故 龙标将薄玉双之事 说了一遍 太太惊慌 大哭不已 秦桓道 这还了得 俺们若去劫狱 一者人少 二者城门上查得紧急 怎生出境 龙标道 不妨 守城的守备始终是罗二嫂的首入 道有照应 知识俺们装扮起来 遮掩众人耳目才好 孙标道 俺们同情歌装作马贩子 同拟敬城 徐 为二兄在城外接应变了众人大喜道 好 哀至次日清晨 龙标同秦桓 孙标三人 牵了七匹马 背了安配 带了兵器 痛了十数个龙兵来到城下 自有始终照应敬城 约会主 扬二人去了 且言沈大师哭了一夜 四日不曾上朝 闷闷昏昏的睡到日午起来 兼家人道 伯都堂可曾寡了凶犯 前来回话呢 家人禀道 未来回话 审千忙令家人去催 那家人去了一会 前来禀道 伯老爷拜上太师爷 等审了这案事就动拼了 审大师大怒道 再等他审定了事早已天黑了 盲取令箭遗迹 贺令家人 快请康将军去监展 家人领命 同康隆到兜唐衙门去了 那康隆是新道任的将军 要在金师勇 随即披挂上马 同省府家人来到茶院 衙门大喝道 奉太师勾指 宿江寡犯狐欲双阵法 大师利等问话下 博文连文言吃了一斤 盲令众议带过省的那些人犯 随即迎出唐来高叫道 康将军请小坐一客 待本愿其人使了 康隆见博大人亲自来说 忙忙下马剑里 在大唐口东边坐下 博老爷是满度惆怅 想到好一个义气女子 无法救她 知的穿了几服 传了三班人意 大小执事的官员 标了寡犯的牌 到肩中寄过玉神 绑起了其巧云 插起招子 上写道 奉旨兼斩寡犯一鸣 胡玉双侍众 晚出牢来 簇拥而行 那康隆点了兵 先在法场伺候 然后是伯老爷骑了马 摆了全班执事 赏了贵子手的花红 一行人都到北问外法场上来了 到了法场 几世黄昏时分 伯爷坐上公案 左右排班已闭 知的人类含悲 吩咐声炮尖刀 当案的孔木手指一面红旗 一马跑到法场 喝一声尖刀 喝声未了 早听的一声呐喊 五匹马冲人重围 当先一人撤出双筋 将柜子手打倒在的 一把提起犯人 回马就跑 众军兰挡下注 四散奔逃 康龙大惊 慌忙提刀上马 前来追赶 呼剑鞋刺里 跳出一将 手指刚插 大喝一声 挡住了康龙杀 让那始双的英雄 抢了犯人 带了重兵 一马冲出北门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伯公 削指转怀 安侯登怀 金头 米贼 话说那 史差的英雄 却是龙标 挡住 康龙好 让秦桓等逃走 他抖漏精神 与康龙大战 四十余和 龙标 回马就走 不想 康龙大刀 砍中马腿 颠下马来 早被 众军 上前 拿住了 康龙带了几十名的青丁 赶到北门 天已大黑了 吩咐点起火把来 叫问守门的守备 始终 王月何在 众军回道 他二人单身 独马赶贼去了 康龙大怒道 为何不阻住了城门 道让贼出去 这还得了 随即催马轮刀 赶出城门 这一番杀 之下的满城中 人仍害怕 各个心惊 又不知有多少贼兵 连天子都惊慌 问大监 外面是何喧嚷 太监出来查问 回说 是沈太师同文 五百官大队人马 追出北门 赶贼去了 不言太监回指 且严康龙赶了五六里 不见王月 始终 四下里一看 又听了一回 并不见身影 知得领兵而回 且严秦桓 抢了那齐巧云 同金辉 杨春 孙标杀出北门 多亏时钟 王月二人 假战了一阵 放秦桓等出城 他二人名为追赶 其实同众英雄 入了火 也到水云安 接了罗太太上了车子 马不停蹄 人不歇气 走了一夜 早离了水云安 十里多路 方才歇下军马 查点人数 别人都在 知不见了龙标 独占康龙 不见回来 想是死了 众人一起大哭 王月说道 你们不要哭 暗出城之时 听得众军说道 康将军情注一人了 想是被康龙情去了 未必受伤 众人也没法 知得吃些干粮 喂了马匹 那秋红前来看伯玉霜 却不是小姐 秋红吃了一惊 这急了 大哭道 完了 完了 我们舍死忘生 空废了气力 没有救了小姐 却错抢了别人来了 罗太太 并重英雄 起来一看 众人都不曾会过 难分真假 知有秋红统始终任的 详细问道 你是何人 却冲小姐 在法场待死 如今小姐在那里去了 那奇巧云方才睁眼说道 奴家是替伯小姐死的 又谁知皇天连念 得蒙众英雄相救 奴家非是别人 姓齐 小字巧云 知因昔日蒙罗公子救命之恩 后来又蒙伯爷收养之德 昨见小姐遭此大凶 伯爷无法相救 因此奴家替死以报救德 不想又蒙众未相救 奴家就这里叩谢了 众英雄听了大喜道 如此一列群差 世间少有 秦桓道 莫不是昔日上机找山送信 救罗坤表弟的那奇子父吗 奇巧云道 正是家父 如今现在伯爷任上理 秦桓说道 既如此 俺们快些回山要紧 当下奇巧云改了庄 问罗太太 秋红一同上车 众英雄一同上马 连夜赶上山来 早有罗氏弟兄同众 众头目迎下山来 罗太太悲喜交集 来到后堂 自有陪夫人 陈玉梅 胡太太 鸾姑娘 龙太太 孙翠儿 金安人等款待 罗太太 奇巧云 秋红在后堂接风 又星天了徐国梁 玉池宝 始终 王月四条好汉 好生欢喜 知有龙标未回 众人有些烦恼 当晚大吹大泪 白燕庆贺 商议起兵之际 暗下山寨不表 且言那晚康龙赶了半夜 毫无踪迹 急回头 却遇沈迁协同六部官员带领大队人马杀来 康龙见了太师 戏说追赶了三十余里 并无踪迹 沈迁大惊道 他解法场共有多少贼兵 康龙道 只有五六元贼将 被莫将勤的一名 那几个冲出城去了 沈迁问道 守备为何不足了去路 康龙道 莫将赶到城口问 王月 始终何在 有小军报道 他二人赶贼去了 莫将随即出去 追赶了一城 连二将都不见回来 不知何故 沈迁大惊 传令 且回城中 使探子报来再做道理 一声令下 大小三军回城去了 沈泰师回到乡府 令大小三军扎下行营 在原问伺候 大师申堂 文武参见已毙 沈迁说道 我想呼吁双乃义女子 在京城中处斩 尚且结了法场 必非小可之辈 米顺道 他既敢打死了公子 必然有些本领 据卑职看来 他不是淮安名家之女 定是那些国公勋臣之女 到今来探听消息的 井上天在旁说道 还有一件 他先前在图中说信 博问他来历 说是博文联系他的书子 昔日听的博玉霜 与罗坤结了清 后来罗坤司逃怀安 又是博府出手 我想此女一定 与博文联有些瓜葛 大师可问博文联辩知分晓 沈泰师听了 大怒道 原来有这些委屈 教令家将 快传博文联问话 家将领命来至博府 但言博文联处展其巧云 正没法相救 后来见结了法场 心中大喜 贾义追了一回 回到府中 告诉了小姐同其子妇 正在喜欢 呼见中军官进来报道 沈泰师传大人道府 请大人快些前去 博爷吃了一惊 茫茫吩咐其子妇同小姐 快些收拾 躺有疏愚 走路要紧 博爷来到乡府参见 毕又与众官见了礼 沈泰师道 博先生 兼斩人犯上且被劫 若是交兵打仗 怎么处理 博文联道 此乃一时不曾防备 非悲职之过 大师大怒道 此女淮安人士 与你同乡 一定是你的亲戚 故而临行放了 博文联道 怎见得是我的亲戚 沈迁令锦上天对阵 那锦上天说道 潜在图中问她的来历 她说是姓伯 又说大人是她的族书 来头大人的 博文联大怒道 岂有此理 既说姓伯 为何昨日的来文 又说姓胡 这等无凭无据的赞同 一害那个 一席话问的 锦上天无言可答 太师说道 老夫也不管她姓伯 姓胡 知是你省一夜 又是你的同乡 你必知她的来历 是什么人截去的 博文联道 太师之言诧矣 我若知是何人截的 我也不将她处斩了 米顺在旁说道 可将拿住的那人提来对审 太师及令康隆 将龙标压到阶下 审千喝道 你是何方的强盗 姓圣名谁 博兜堂是你何人 快快招来 饶你性命 龙标大怒道 老爷行不更名 做不更性 姓龙名标 鸡爪山陪大王 仗下一员大将 特奉将令 来杀你这般奸贼 替朝廷除害的 石磨伯兜堂 黑兜堂的 瞎问 骂得省千满面通红 勃然大怒 骂道 这大胆的强盗 原来是反叛异党 教令左右 推出斩首示众 米顺道 不可 且问他党羽是谁 范女是谁 道今何事 快快招来 龙标大喝道 俺到今来 投奔人的 大师道 那范女是谁的指使 从十招来 龙标道 她的是天上仙女下凡的 沈千大怒 剑问不出口供 正要动行 呼剑探子前来报道 起上大师 解法场的乃是 鸡爪山的人马 王月 始终都是他一挡 反上山东去了 沈千大金 赋问龙标说道 你可直说 他到金头奔谁的 龙标道 要杀便杀 少要罗嗦 沈千又指着 博文莲问道 你可认得他 龙标道 俺知认得你 这个杀寡的奸贼 却不认得他是 谁太师 见问不出口供 教令带去收 监佑教令左右 包掉博文莲的官带 伯爷大怒道 我这官儿乃是朝廷风的 谁敢动手 沈千大叫道 朝廷也是老夫 老夫就是朝廷 教令 快拨去 左右不由分说 将伯爷官带拨去 赶出乡府去了 沈千吉令刑部 上书代管都查愿的应误 各官散去 沈太师吩咐康隆 恐伯文联名 早入朝面圣 你可守住五门 不许他入朝便了 沈千吩咐已毙 回后堂去了 不表 且言伯爷气冲牛豆 回到府中说道 反了 反了 小姐忙问何事 伯爷说道 可恨沈贼无礼 不由天子 竟把为副官带拨去 赶出府来 成何体面 我明早拼着一命 与他面圣 小姐说道 爹爹不可与他争论 依孩而于见 不如早早还相变了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伯文联新逢 众爵主 李逢春案 就各公爷话说 伯玉双小姐听的伯爷 要与沈贼面圣 盲说道 不可 目下沈贼专权 就是朝廷的旨意 也要审贼依允才行 爹爹纵然起奏 也是枉然倘若 恼了好贼 反送了性命 若依孩儿的余剑 收拾回家 免得再是非场上淘气 伯爷叹了口气道 知是这场曲气如何厌得下去 小姐道 目睛的时事 是忍耐未尚 伯爷无奈 知的吩咐 一起收拾 明日动身 那些家人妇女文言 收拾了一夜 四日五谷 伯爷起身 将一切钱粮 号布 号锋挂在大唐梁上 摆了香岸 望北谢了圣恩 悄悄地出了衙门 将行李装上车子 令家人同小姐先行 自己押后 往怀安进发 一路上并不惊动一个地方官府 知是看山玩水 慢慢而行 那京城中百姓过了一日 知道这个消息 人人叹息 知有沈泰师的一般奸贼 却人人得意 四日沈迁入朝见了天子 江霄去博文莲的官职揍了一遍 妖子漠然不悦 口中虽不明言 心中甚是不乐 暗道 这与夺权柄都被他自尊 不由正主 将来怎生是好 这且暗下不表 单言博文莲出了长安 行了半个多月 那日到了山东眼周府的的界 家人柄道 离此不远 就是鸡爪山的的界 山上十分厉害 请老爷小路走吧 伯爷道 不妨 我正要去看看山寨 你等放心前去 众家人知的向大路进发 行了树里 远远看那鸡爪山的形势 但几清风拔的 翠张冲天 四面八方 约有五六十个山头 簇拥在一处 一带建核围绕 千条瀑布悬空 十分雄壮 伯爷暗暗点头道 果然好一个去处 怪步的米粮 王顺败康于此 近前再看时 支箭山里面杀气冲天 风云变色 松林内飘出两感性黄旗 上有陡大的金字 写的是 为国除害 替天行道 伯爷连连接叹 猛听的半空中一声炮响 山顶上五色骑招展 歌哨一声 四面八方都是人马冲下山来 将伯爷的一行人马围在当中 早有一员老将 白马红袍 冲到伯爷马前 将手一拱到 老妹杖好认得我了 伯爷见山上兵来 吃了一惊 正要迎敌 忽见有人称他妹杖 抬头一看 却是李全 阴隆兵叹的伯爷过此 军师谢元特请他来迎接 当下伯爷见了李全大金道 老旧兄来此何干 莫非是要买路钱吗 李爷道 特来请妹杖上山 少叙片时 伯爷道 原来如此 知的同里也并马而行 行到半山路口 其翻招展 一派古月之声 有陪天雄带领着众英雄 各家的公子 各个都是锦衣秀傲 白马朱英 大监寨门 迎下山来 众英雄见伯爷驾到 一起下马 邀请伯爷进入寨门 随后齐巧云 秋红锦仲家小姐等 令多兵打了两圣大轿 前来迎接小姐与张二娘进寨 来到后堂 先见了李太太 裴夫人 后来拜了罗太太 陈玉梅 齐巧云 孙翠娥 胡鸾姑等 众人一一见过李 裴夫人吩咐家人设宴款贷 正是一群仙女归乌侠 满殿长儿赴月台 按下后债之言 且说伯文连 其子父到了聚一听 先同李全 卢轩 京元外行了李 然后与裴天雄 并各位英雄见李已毙 才是罗灿 罗坤 李定 秦桓四位公子前来拜见 伯爷偷眼看那一众英雄 人人涌见 各个刚强 暗暗称奇 正是一群虎豹存山岭 十万皮修据绿林 裴天雄吩咐百艳 叙赐而作 饮酒之时 伯爷向李爷称谢道 多蒙老旧凶收留小女 反代类尊府寿经 李爷道 皆因小儿被米贼所害 若不是赵盛 红会相救 陪大王相留 早已做刀头之鬼了 裴天雄说道 接种英雄之力 罗灿信造 说道 舍地多猛令 只猴灯照应狠了 这一句话之说的 伯爷满面通红 说道 都是那猴事不嫌 险些伤了老夫的女儿性命 我今翻回去 定拿猴灯正法 岂可轻放 当下 伯爷九席终了 就要起声告退 陪天雄等一起 向前留住道 既来之 则安之 不弃荒山 就请大人在此驻马 明日同去整治朝纲 除奸臣 去宁党 申冤报仇 向边关救回罗爷海潮 有何不可 伯爷文言 茫茫回到 老大年迈 不能有味了 这些事之好众为英雄勇往向前去罢 陪天雄道 既是大人不肯出去交锋 请坐镇山寨 呆小指等出争辩了 伯爷执意要行 谢元道 既如此 之留大人小住一两日辩了 伯爷道 这可以从命 岸下伯爷被众人留住在山寨 且言那京城中被人结了法场 又坏了一位兜堂巡抚 天下都有报章 人人传说 那日传到淮安府 侯登知道消息 吃了一惊 说道 不可了 伯兜堂是我的姑爷 他记坏了 不日一定回来 这番绝不饶了我 自古道 打入仙下手道 要防备要紧 猛然想道 三十六者 走位上者 知识本家又穷 往那里去安身才好 想了一会道 有了 有了 昔日米将军在淮安府饮酒 我同他有半面之事 不如多带些金银钱去投奔他 求他在省府中大小讨个前程 就不怕他了 主意已定 到晚上偷监库房 倒了三千两金子 打在乡内 四日推说下乡收租 叫家人挑了行李 雇了船只 连夜到了镇江 寻了门路 先会了米中沙 然后建了米粮 乘上一千两金子 米粮大喜 收了金子 随即修书一封 令侄儿米中沙同他一路进京 说道 米二人会见太师 戏说贼兵须时 城上捐官的银子 自然大小有个官座 二人大喜 一起动身进京 不分日夜 赶到长安 寻了门路 枪见了锦上天 锦上天替他二人 乘上了来书 见了太师 太师就问侯登道 你既是伯文连的内侄 你可将他的情犹 说与老夫之道 侯登见问 就将伯文连同罗坤结清 按与鸡找山来往的情犹 细细说了一遍 沈迁吃了一惊 说道 原来他同众国公都是旧相好的 若不先杀了众国公 内便起来 怎身是好 想了一想 命侯登等且退 令日除官 随即取令建一计 吩咐家人 快令王虎 康隆二将速速同行步大人 点齐五百名刀俯首 即下天牢 将各家的公爷 老幼 梁妻并大到龙彪 一同解父世曹斩首 家人的令 出了乡府 传了二将 披挂其枕 点了五百名刀俯首 会同行步无法 将秦双 陈凤 龙彪 玉池公爷 徐公爷 段公爷等各家的人口一起绑了 压到世曹柜下 可怜枯生症的 怨声冲天 六部官员 其道法场兼斩 人人叹息 支箭黑旗一盏 叫令尖刀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边头官翻兵入寇望海楼堂 将遭情话说 沈泰师听了侯登之言 就将各家公爷一起绑出世曹 并不请当今的圣旨 就要斩首 急急尖刀 却好惊动了魏国公李逢春 听得慈性大惊 心生遗迹 茫茫赶到法场 大喝道 刀下流人 一马闯到沈迁的公案 较尖左右 向沈迁滴滴说道 太师 若斩了众人 大事休矣 沈迁问道 事何缘故 李爷道 太师爷要图天下 要买住人心 义者不可多杀 史闻者害怕 二者击找山的贼人 有一半是众家的公子 若知他父亲已亡 必然前来报仇 反为不美 以悲职于见 等大师登位之后 先剿灭了击找山的祸根 那时再斩他们也不迟 况且他们坐在天牢 如龙中之鸟 网中之鱼 也飞不到那里去 沈迁辈里爷这些话 说得心中大喜 道 多蒙老兄只叫 险些而误了大事 盲命行不无法 人将众人收尽 回乡府去了 不表沈贼回府 且眼里逢春一句话 救了数百人性命 心中也自欢喜 后人有诗赞道 绝妙鸡全迅若风 仙寸不与众人同 一言的火群成命 不愧中原为国公 话说沈大师到了乡府 进了书房 就有家人呈上一本编报 太师一看 原来编头官宗姓告急的文书说 编头官自从罗曾县在流沙 翻兵十分厉害 求太师添兵守官 要紧 审贼大惊 即令刑部无法 领兵三千 前去守官 又令米中沙 解粮皆应 老夫亲领大兵 随后就到那无法 同米中沙的令 随即收拾 点了三千人马 不分昼夜赶到边头官 与有宗姓同四名校尉 接入中军杖座下 当晚设宴款贷 无法问到 翻兵共有多少人马 几名战将 宗姓说到 翻兵共有十万 战将千元 十分厉害 那领兵元帅父子九人 名唤九湖 无法大惊到 那九人姓圣名谁 可曾与他战过几阵 子姓道 那老将姓沙明龙 所中八个儿子 名唤沙云 沙雷 沙宝 沙漏 沙殿文 沙灵 沙阵 都有万夫不当之勇 更有一位女将 唤作木花姑 一位太子 唤作耶律福 用兵如神 官法听了说道 比众我寡 怎身迎敌 岸下无法在官内忧愁 且严那帆帮元帅沙龙 四日传命 令八个孩儿领了大兵 摇旗呐喊 一直杀到官下讨战 早有兰旗小校飞马进官报道 旗老爷 照江前来讨战 请令施行 无法大惊 却好米中沙催梁已到 一亿旗披挂旗枕 带领众将到底楼上来看 那楼名为望海楼 乃北关第一个要紧去处 那城高和阔 急切南宫 所以宗姓能守这半年 当下无法同众人上楼一看 知见那十万帆兵 屈面八方围住了关口 人人涌箭 各个刚强 怎见得 有失未正 十万匹修队 三千虎报兵 修延身对敌 一箭也心惊 话说无法正在观看翻兵 猛听一声别别响触 知见翻影里两感造起 斩尖闪出一元老将 头戴紫金盔 双飘至尾身穿龙灵霄 满叉凋零紫面银须 浓眉大眼手执大刀 坐下马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左右摆列着四十名战将 都是反穿毛袄 至尾高飘 铁甲钢刀 金鞍白马 如燕雨一般排肩 前来讨战 无法好生害怕 那番将纵马提刀大叫 官上的准赶下来送死 无法正要亲自出战 多见米中沙提刀上马 说道 莫将前去迎敌 无法大喜 盲令宗姓下官 回去迎敌 说道 小心要紧 当下二人披挂起枕 领兵陈炮 监官杀出城去 两下礼押装阵脚 米中沙首拍马五刀 便叫道 来江通明 知见那番将将刀一拍 说道 俺乃六国三川 真南大无帅 沙龙是也 快通明来领死 米中沙道 俺乃大唐力部 上书米大人的墨子 加封当寇先封米中沙是也 沙龙闻言 举刀就砍 米中沙对面交还 二人战了二三个回合 米中沙底笛不枉 正要败走 宗姓见了 拍马轮刀 更来助战 沙龙战了二人 毫无拒切 支战了四五个回合 沙龙大叫一声 一刀砍中宗姓的左臂 滚安下马 被小番儿擒去了 米中沙大惊 须砍一刀 回马就走 沙龙大叫道 好唐贼 往那里走 纵马赶来 那大小番江 一起追杀 是不可当 无法下的面如土色 米中沙在下 又不好放炮 米中沙才到城门边 那沙龙马快 早已跳过吊桥 领了众将其道城下 就连城门也避不及了 米中沙才进了城 那沙龙父子九人 早已冲进来了 无法大惊 慌忙下了楼 上马就走 那沙龙父子九人 领了大队人马赶来 正与米中沙交马 之一合 被沙云一勾连枪擒过马去了 沙龙便来追赶 无法 无法舍命沙条血路 败回二关去了 这一阵被沙龙夺了关 无法这里 三千人马伤了一半 败回二关 急急写下告急文书 星夜到长安去了 那番将沙龙得了头关 就将十万番兵引入城来 打肩腹库苍敖 赏了三军 安民已毙 歇马三日 放炮起兵 又到二关讨战 无法同二关的总兵 吩咐大小将官 谨守城池 不许乱动 坚守各出 沙龙每日领兵到关下辱马 一连三日 不敢交锋 沙龙见关中 不敢出战 吩咐众将四面搭起云梯 安排神机火炮 连夜攻打 十分紧急 之下的关中那些文官武将 军民人等人人胆落 各个魂巾 幸尔城高墙后 攻打不破 无法亲自领兵 日夜轮流守护 专等长安的救兵 且严纳插官连夜登城 不一日赶到长安 进了乡府 乘上公文 太师一看大经 盲请六部前来议事 不一时 众人来到乡府 大师将来的文书 与众人看了一看 米瞬间拿了米中沙 暗暗吃惊 说道 大事未成 倒伤了自家的侄子 想了一回道 不若成此行了大事 再讲 便向沈谦说道 墓下四海刀兵分乱 多因天子暗若 不若成此机会 太师登了龙位 大风天下英雄 再点大兵与翻兵交战 若是胜了 自然是一统天下 独掌乾坤 倘若不胜 就与翻帮平分天下 也游的大师主义 岂不是两全其美 沈贼大喜 说道 言之有理 遂传其了新收的 一般五江 并纳六部的文臣 约定了次日一行单位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众奸臣成乱徒军 各英雄新兵伐院 话说沈泰师 听信米顺之言 便要篡位 传其了五江 各领境军人马 保守各处 以防内便传其了六部文官 伺侯入朝办事 草召安民 众人去了 那长安城 纷纷论说 早惊动了李逢春 李逢春听了大惊 茫茫上马 赶到相辅 见了太师 太师说道 李先生此来 必有缘故 李逢春道 特来相调 太师大惊道 老夫明日登位 何出此不及之言 李逢春双膝跪下道 明日太师登位 是君 李某是臣 其有臣不见君之理 明日登及之言 是谁人的主见 沈大师道 是利不米顺之谋 李逢春道 米顺悟国 就该斩首 大师听了大惊道 为何米顺悟国该斩 李逢春道 现今内有击找山未平 多少英雄座南外 有鞭头官入寇 无穷翻扣纵横 一旦太师登基 班照天下 倘若击找山的贼兵 以朱篡为名 新兵造反 约同了帆兵 一旗入寇 帆兵站于外 贼寇乱于内 两下加攻 怎身迎敌 起步误了大事 沈贼听言 茫茫称谢道 多蒙先生指教 险些而误了大事 盲患家将张宏 吩咐道 快去止住了众人 不要乱动 张宏领命去了 沈谦赴问 李逢春道 即将安出 李爷道 为今之计 知有再点大兵 先去评了翻扣 再做道理 大师一言 四日传奇了文武 说道 翻兵人扣 且慢登基 先去评翻要紧 遂取令建一计 令兵部前来 公布雍滩领兵五万 新收的湛江三十元 分为两队 上半头关去平口 又令米顺领兵一万 拜王虎 康隆卫先锋 前去镇江 会同米粮 王顺 到登州府 针脚鸡找山去 众人的令 分头领兵 摆棋队伍 摇棋呐喊 放炮起营 一起动身去了 消息传入鸡找山 陪天雄文言 冷笑一声道 又来送死了 遂请众位英雄商议 却好博文连人在山上 闻得此言 说道 老夫要回家走走 谢元道 既是大人要去 知怕令指已不在家了 回府必有别的祸事 不若点几十个楼宾 问大人回府迎接家眷来山 以弊兵乱变了 伯爷知的依了 带了三十名陋兵 回淮安去了 且言侯夫人见侯登去了 半月未回 心中正在忧愁 呼见家人入内禀道 老爷回来了 侯夫人大惊 知的接近后堂 夫妻行礼坐下 伯爷未曾监口 夫人假意哭道 可怜欲双女儿 自从末后 我举目无亲 今日老爷回来 被增伤感 伯爷心中暗笑道 女儿现在 还要弄鬼 人推不知 说道 女儿既死 哭她做甚么 我且问你 侯登经在何处 难道又躲了不成 侯氏又扯谎道 半月之前 已回家去了 伯爷道 积时来 侯氏道 未曾定日子 伯爷更不下问 吩咐家人 快快收拾 避兵要紧 众人与那三十余楼兵 一起动手收拾 那些衣囊细软 装上车子 伯爷上马 侯氏坐轿 一起起身赶到积爪山 进了寨门 见过了众人 令伯玉霜同秋红 出来相见 侯氏看见二人 暗暗吃惊道 玉霜同秋红 为何在此 当下伯爷发怒道 你说女儿死了 今日却为何在此 你这个不嫌 纵容侯登作恶 险些而伤了 我女儿的性命 若不得众位英雄几次相救 九计死了 你这不嫌之父 要你何用 拔出佩剑就砍 慌得伯玉霜一把 扯住伯爷的手 哭道 都是侯登所谓 不怪母亲的事 那堂李太太 罗太太 裴夫人 张二娘 金安人 陈玉梅 齐巧云 孙翠娥 胡鸾姑等 一起出来劝住 伯爷扯住 侯氏夫人入内去了 那后市面上好声没趣 知得像伯玉霜陪化 小姐人照常一样相待 外面 众英雄劝伯爷饮酒 呼见寻山的头目 禀道 山下有云南马国 攻领了一队人马 前来要见 众英雄大喜 传令大监寨门 齐来迎接 原来 马爷在云南后 指 要征边关 后来 飞毛腿王俊 回来报信 说天子听信 沈千禅言 不准请兵 将长安祖坟 产平 一切本家 进阶拿问 马爷听的此言 知己得三师 暴跳 七窍伸烟 将定海关 选来的三千铁骑 一骑调发 同公子马瑶 京定小姐带领家 眷人等头奔机找山 要同罗公子新兵报仇 当下众英雄迎接 马爷上山 进了聚一厅 与众英雄 建礼币 早有众家 夫人小姐 将马太太 同小姐迎接到后堂去了 且言前厅 众人 与马爷 见过了礼 重新摆宴款贷 上座是马爷 伯爷 其子父 李全 卢轩 金元外 王大公 下座是裴天雄等相陪 众人饮了一悔酒 马爷说道 现今审贼欺君 有谋窜之心 陷害忠良 常怀叵测 需要请教众位 用兵讨乱才是 伯爷说道 正在商议此事 却好轻翁到此 使乃天助成功 马爷道 还须搏轻翁运筹才是 卢轩道 依平道于见 请大人总理人马 掌兵位帅 请搏大人镇守山寨 此乃一定不宜之礼 众英雄 其身应道 卢师父之言有礼 陪天雄 恐二人谦让 芒起身将兵符印剑盆上说道 如不从者 当者见为事 谢元道 明日乃黄道即日 就此请马大人起师 马爷推辞不得 当晚席散 四日五谷 马爷起身 拜谢元为君师 既过帅棋 大小头目棋棋 听后 之见谢元写出一张点匠的单子 上写道 第一队 罗灿 秦桓岭三千人马 为前部先锋 第二队 胡逵 王坤 李仲 杨春 金辉五人位 左翼第三队 马瑶 王骏 张琪 红恩 红惠五人位 右翼第四队 罗坤 赵胜 卢轩 卢龙 卢虎五人位 左舅英 第五队 陈沛 孙标 王宗 王宝 王震五人位 又救英第六队 裴天雄 鲁豹雄 李定 史忠 王月 玉池宝 徐国梁 张勇为中军都救英第七队 戴仁 戴义 齐丸 齐姬 齐子父五人押韵 两草第八队 孙翠儿 陈玉梅 马金定 齐巧云四元女将带领女兵位 后迎救英 典了八队人马 共三十六元大将 连马元帅 谢军师 共是三十八名大将 外有四元女将 领了五万楼兵 杀下山来 其余的大小个头目 都随伯爷问李全守住山寨 不表 且严马元帅别了伯爷 领了大队人马 传令三军 不许骚扰百姓 如为令者 斩首示众 真是军威起枕 号令严明 吩咐 放炮起迎 一身令下 马步三军 一起起身 一路上 但见惊奇必日 见歌如云 沙奔登周府而来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谢阴登高山 显盛其巧云平地 成仙话说 马成龙领了大队人马 离了鸡找山 向登周进发 前面先锋队里 设立两杆金字 大红旗 上面写道 报国安民 除奸消灵 中军帐内高挂榜文 声明号令 细分条款 写道 上阵退避者展 惊奇迷乱者展 惊古诗次者展 妄报军情者展 妖言获众者展 乱取名才者展 克检军粮者展 奸妻女者展 泄漏军机者展 不尊号令者展 那十条禁令一出 军中谁敢乱动 真乃是鬼扶神清 秋毫无犯 又作一道习文 在各州府县张卦 上写道 亲命云南大都都市 习定国公马成龙 为除奸消灵 报国安民事 切因奸向省千灵虐天子 暗害忠良 图谋窜逆 扰乱朝纲 卖官周觉 贿禄成行 妄奸边信 耗费钱粮 暴虐百姓 亵渎笔仓 如鬼如媚 令有费长 酌发难述 罪恶昭彰 清离众叛 地用不脏 我等起义 为国除奸 臭除原恶 亦如探囊 岂容而背 拔护跳梁 为此草席 告于四方 如敢抗逆 将之百秧 如顺一指 将之百祥 同心协力 扬抱君王 须至绑者 以义大唐 大唐某年某月某日是这一道习文船将出去 那些附近的各州县文武官员 军民人等 都知省贼的罪恶 那些被害的一般臣子 文之机找三星兵前来除奸报国 人人欢喜 都备了牛羊酒礼前来迎接 马爷依依幽呆 安抚君民 秋毫无反 那些百姓见马爷爱名如子 家家鼎礼 户户焚香 所到之处 皆望风归降 势如破竹 马爷心中十分欢喜 吩咐三君缓缓而行 那日午后来到大行山下 知见前面都是高山峻林 翠秀清风 山蛙之中露出两根珠红奇颤 内有一座寺院 四面都是怪石如虎 苍松似龙 十分优雅 马爷问君士道 这是何处 君士禀道 此乃太行山 马爷吩咐安营 一声令下 知听的三声大炮 五银四哨 大小三君 早已扎下行营 马爷带领众将 都上山来游玩 行到寺院之前 知见那院自宣昂 山门上有三个经字 上写道 身仙观 旁边有一段石碑 碑上有字 马爷同众英雄 进前看时 原来是随朝谢英灯 在此修行了 道成仙之所 因此后人 起这寺院 在此事奉香火 悲识乃谢英灯 先生一身事迹 谢元经道 此乃我高祖 身仙之处 不想事人 乃能力妙奉事 马爷感叹 忽见关门间处 走出一位白发道人 到马爷面前 一一道 请诸位大人 入内献茶 马爷道 你似还是僧家 还是道家 那老者道 此官并无僧道 乃是先高祖席日 在此修行成仙 故我们就在此间 事奉香火 马爷大喜 谢元一喜 一起进了山门 但见十数间殿字 苍台满地 翠伯参天 一派幽景 众人颇有超凡出俗之想 先是谢元参拜了祖宗的神像 伺候马爷领众英雄 面相礼拜 进了后堂 那老者夫妻两个同一个女儿 出来迎接 见过了礼 捧上茶来 谢无序起谱系 是谢元五父内的堂兄 谢元甚喜 认了凶嫂 那女儿名唤玲花 也来拜见叔叔 那老者道 此女虽小 道颇通无异 求书也指教 谢元道 我们随行也有女将在后 老者道 何不请来随喜随喜 谢元遂令人下山 请四位女将军上山少坐 不一时 马金定 陈玉梅 齐巧云 孙翠儿四元女将进了生仙观 拜了谢英灯的神像 进了后堂 早有谢凌花前来迎接 见礼坐下 众位小姐见凌花年纪虽少 身得一貌堂堂 全无半点俗气 心中大喜 马金定遂问她的兵法 陈玉梅就盘她的战策 谢凌花对答如流 众小姐十分欢喜 连马爷也十分爱她 那老者贝勒素斋 流众英雄饮酒 谢凌花流众位小姐在后堂饮酒 当晚习散 马爷等回迎 谢凌花留住三位小姐 并孙翠儿在关中歇宿 夜间邀入松原内玩乐 珍视一轮玉境当空 四壁苍烟宁矮 当下玩了一回 各个回楼安寝 且言其巧云见谢凌花先锋道骨 深的牵洒平和 全无半点红成俗态 暗暗的叹息 想到奴家年登一十六岁 经过了百折千魔 终身上无着落 道不如谢凌花独坐深山 不染成俗 真乃万绿其空 无挂无碍 强似奴家妇女二人 不知后来怎样结果 不觉欺然泪下 见众人睡了 他独自一人 在后楼上推肩窗户观月 玩了一会 不觉神思困倦 以窗而握 方才合眼 朦胧见一对 青衣童子走上楼前说道 奉谢真君的法旨 请先姑相见 其巧云问道 你是那里来的 童子道 就是本官谢真君 差来奉请的 其巧云又惊又喜 就随那两个童子下了楼 出了后院 转弯抹角 到了一所洞府 进了洞门 但见两旁总是苍松翠竹 摇草齐花 上面是三层玉街岩 五间大殿 殿上是金砖碧瓦 画洞凋梁 高耸云霄 霞飞红绕 甚是雄壮 其巧云见了 不觉得心中恐惧 上了回廊 同而入内并过 知听的一声请 朱连起处 早有童子引其巧云上殿 其巧云抬头一看 见那莲花宝座上 坐了一位高仙 朱唇好尺 黑发长须 其巧云到身下拜 那仙翁吩咐看座 其巧云坐下 仙铜献茶 其巧云吃了茶 说道 老祖师见赵 有何吩咐 仙翁道 平道乃随朝 谢阴登侍也 虽未识唐朝之路 而本家子 直接是唐氏之臣 乃因兼向 沈迁逆天行事 陷害忠良 此处交锋 该入建功立业之时 后与白虎兴君 有因缘之分 再者 日后征番 那番营内 有个木花姑 腰法利害 难以取胜 顾平道特 请你来 传你一卷天书 教你呼风唤雨 驾雾腾云之法 说罢 令童儿捧出天书 教与其巧云 说道 若欲及时再看 又令童儿 教他呼雷驾云神咒 其巧云 亦遗迹记在心头 收了天书 谢了仙翁 那日仙翁 又令童子 送他回去 其巧云轻移连步 出了大殿 仙童引路 出了洞门 知见一天月色 四壁花音 仙鹤双双 迷路对对 看不尽观中之景 走无多步 忽见前面有一座独木桥 桥下是万丈深潭 潭内迎涛滚滚 其巧云大惊道 方才来时未曾过此 这桥怎身走得过去 仙童道 女心观修要害怕 你知随我来 其巧云没奈何 知得战战兢兢 随那两个仙童 一步一步的步上桥来 望下一看 知见深潭急浪 好生可怕 其巧云才走到中间 呼见那童子大叫道 有大虫来了 吓得其巧云回头看时 被那两个童子一推 说道 去吧 其巧云大叫一声 叠下桥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粉脸金刚枪 挑王虎金头太碎口 打康隆词曰 意气新高白日 奢华敬负清云 堂中歌笑日纷纷 多少人来屈敬 秋月清风几度 黄金白壁如尘 尖门不见旧时人 冷落谁来就问 话说其巧云被童子 推下桥来 大叫一声 不觉惊醒 乃是难科一梦 吓得浑身香汗淋淋 睁眼看时 知见浩月当空 正是三根十分 其巧云道 好生奇怪 分明是谢仙翁传授 我的兵法 回来叠下桥去 怎生人在楼上 遂将那呼雷驾云的 咒语一响 句句记得在向怀中一摸 一卷天书明明白白 陷在怀中 其巧云不觉大喜 茫茫斩肩 就在月下看时 上面有四个字 是及时在看 再接过两版 字迹全无 却是几层白纸 其巧云大疑 按道 仅无字迹 要他何用 应又想到 且呆我将驾云的法 而逝世 看是灵也不灵 遂走至楼下 来到天井 望空打了一个击手 口中念念有词 喝声起 知见脚下风云起起 身体甚是轻快 不知不觉早起到空中 其巧云大喜 又喝声落 果见脚下的降云 又缓缓落江下来 其巧云望空茫茫下拜 拜谢先翁赴回楼上 忙将天书包好 藏在身边 静房睡了一刻 早听的鸡唱天鸣 众位小姐一起起身梳洗 早见马爷到了关内 入后坐下 其巧云碎江夜来谢 因灯显慎之事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如若不幸 天书现在 知事上面并无字迹 不知何故 马爷同众小姐闻的此事 各个精益称奇 茫茫取出天书 大家乍看 果见几板白纸 字迹全无 众人不解其意 陈玉梅道 从来先机难测 且到极难之时 再看遍了 其巧云收了天书 那谢灵花说道 奴家昨夜也梦见仙童 来与我讲究些兵法 故也略知此事 此书将来必有应验 速速收好 众人大喜 马爷见谢灵花生的灵力聪明 有心要他为习 便向谢道翁商一随后 谢元也道了 立主其说 谢老夫妇好生欣喜 愿邪情敬 马金定便要谢灵花 同去出征 谢灵花一允 辞了双清 欣然同众位小姐下山 一面入了行营 放了三个大炮 调动三军 起身往登州进发 早有流星探马 飞报米利部去了 且说纳米顺领了三万人马 带领王 康二江到镇江府会合了米粮 王顺又调了二万人马 共是五万大兵 百元战将来针脚鸡爪山 人马才进登州 早有探马报说 云南总督马成龙位帅 会合了鸡爪山的人马 一路上得了多少城池 所到之处望风而降 京大兵到了 离城三十里扎寨安营 请令定夺 米顺听得 吃了一惊 说到 他的兵马为何如此神速 再去打听 米顺随即众江商议 闻得马成龙兵法厉害 更奸机找山一伙 强人巨细非常骁勇 凡是交战 众江各要小心在意 众人都到 谨遵严令 当晚无话 到了次日 五股造范 平民调拨大队 点齐人马 出了登州 百肩正式 早见城头起处 经其招展 鸡爪山的人马 蜂拥而来 上下两军相对 压住了阵脚 米顺带领 众江出迎看十 支箭马爷大队的人马 齐分五色 冰波八方 盔甲鲜明 马撞人强 果然均微整肃 名不虚传 米顺正在看十 呼听的一声炮响 袖其尖处 拥出两元小将 往左右一分 左边一将 面如腹粉 纯弱屠珠 龙眉虎目 头戴银盔 身披银甲 手指点铜枪 胯下一匹银宗马 袖带飘飘 威风凛凛 乃是左先锋粉 脸金刚罗灿 右边一将 黄面金塞 头顶金盔 身披金甲 手指金装 胯下一匹黄瓢马 相貌堂堂 阴风凛凛 乃是右先锋 金头太岁情环 这二位英雄如天神 一般分为左右 正中间一面 大红帅骑马元帅全副容装 红袍金甲 带领三十二位英雄 一个个都是锦袍金箫 分在两边 犹如燕赤牌间 分外骑枕 米顺 见马爷军兵如此威严 早有三分切据 马爷纵马出营 高叫米顺打话 米顺知的强打精神 纵马出营 奸言叫道马将军请了 皇上封你世袭公侯绝路 为何同强图谋反 今日天兵到来 快快下马受绑 免你死罪 马爷听得大怒 骂道 你这奸贼 沟河省迁 通通作弊 翻兵入寇 你不天兵阵脚 反害罗曾性命 是何道理 又想灭尽了众位公侯 思想谋窜 罪该万死 今日本帅到来 一者除奸消宁 为国安民 二者替众公侯申冤出气 月霸 将手中刀一指道 谁与我将贼擒来 罗灿应声道 呆莫将擒之 拍马摇枪 直奔米顺 那米顺的先锋摇轮五刀来迎 二将交锋 战无十台 罗灿手起一枪 挑摇轮下马 附上一枪 结果了性命 随即一马冲来 要请米顺 米顺大惊 说道 谁去擒来 大将望虎拍马轮刀 大叫 来江修的撒野 快报名来 罗灿道 俺乃定国公马无帅 挥下左先锋 月国公的公子罗灿侍也 来江通明 米少爷枪下不死无名之鬼 罗虎喝道 俺乃力不天官家锋 平寇将军 米元帅挥下大将 罗虎是也 反叛快快下马受死 罗灿大怒 举枪就刺 罗虎五大刀披面交还 二人站在一处 支剑刀来处冷雪飘飘 枪到处寒光的的 一个是贯战的英雄 一个是能争的好汉 一来一往 大战了四十余和 不分胜败 罗灿见胜不得望虎 心生一计 回马败走 王虎随后赶来 罗灿回头见 王虎来得切近 扭转身躯 喝身去罢 一口马枪直奔 心窝挑来 王虎吃了一惊 叫声不好 江声一闪 闪不及 那一枪阵中左肩 枣透了三层铁甲 险些而落马 大叫一声 扶安而走 罗灿回马赶来 那米顺阵上 一连十五元战将前来接应 就王虎入营去了 米顺阵中挠了康龙 拍马轮枪来战罗灿 罗灿正欲交锋 秦桓在后大叫道 哥哥 这场功让与兄弟罢 早五栋双铜来战 康龙罗灿便回马观阵 之见秦桓铜康龙两码相交 枪铜并举 好一场恶战 这一个双筒运动 浑身滚滚起金光 那一个钢枪起触 遍体纷纷飘冷眼 枪来架 去枪赢 大战三十回合 秦桓迈各破绽 康龙不知好歹 一枪挑来 秦桓将左手的将枪逼住 右手一望康龙脑门上打来 康龙躲过了头颅 左肩早折了一下 撇了枪跑回本阵 秦桓大喝一声 那里走 拍马追来 马爷见秦桓已得胜了 将手中刀一指 调动了那三十二位英雄 领了大队人马 一起冲杀过来 犹如冰山一般 怎身迎敌 米顺大队已乱 一起拨马败走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沈千亿直重公爷 米顺继穷群角主 话说米顺见马爷的 兵将盟勇 是不可当 料难迎敌 回马往本阵就跑 三军见主将败走 谁敢迎敌 那声喊 不一对五 四散走了 后面击找山的大队人马追赶下来 如天崩的猎 海费将翻 这些吓慌了的官军 那里当得起 枝杀的叫苦连天 哀声遍地 丢盔弃甲 抛骑撇骨 五万兵丁 伤了一半 伤箭重枪者不计其数 急忙逃进城中 紧闭四门 吊桥高拽 米顺吩咐中江 小心防守要紧 这一阵 枝杀的米顺胆落魂霄 将免战牌高悬 不表米顺败进登州 紧守城门 不敢出战 且沿基找山的人马大获全胜 马爷也不追赶 吩咐明经收兵 五营四少将孝兵丁 闻得今生 急归队伍 安下园营 立下大寨 马爷身杖 茶点冰江 未损一族 众军得了无数盔甲弓箭 枪刀器械 旗鼓马匹 上杖请攻受赏 马爷上了功劳部 众赏三军 当晚百宴 庆功饮酒 四日五谷身杖 众将宝石了一顿 马爷传令搭起云梯炮架 四面功臣 怎奈登周的戒 上映成高 兵多的广 米顺同众将守护右眼 一连三日 攻打不下 马爷向谢元说道 我们并非真诚夺的 不过是杀贼 除奸弱极力功臣 其不屠商朝廷士族 如今怎身设法破陈 拿住米贼 才免得百姓惊慌 谢元一想 说道 大人今晚之需如此如此 此臣立即可下 马爷文记大喜 遂令小温侯礼定 赛元潭湖奎带领三千人马 赴尔道 如此如此 又令陪天雄 王坤 李仲 吩咐道 你三人带领三千人马 知需如此如此 三人带领去了 又令罗灿 秦桓 陈沛 罗坤 说道 你四人带领三千人马 如此这般 不得有误 四江的令而去 然后下令重兵 进奔长安 不必攻打此处 重兵领令 连夜起行 早有戏作 飞豹 蹦臣 说 马成龙剑弓 打城门三日不下 他舍了登舟 撤兵 进奔长安去了 叹得明白 特来想报 米顺听了 大吃一惊 说道 太师爷命我来退 迪拿反叛 谁知他进奔长安去了 这还了得 茫茫传令 众将点齐大队人马 出城追赶 众将领令 点齐灯球火把 追出城来 支见马爷的人马 挤去远了 米顺传令 众将火速 被盗追赶 追下五十余里 呼听的一声大炮 今天 马爷扎住了大队 亲自做马 摇刀迎来 大喝到 米顺少追 你的城池几破 尚然不知 还不早早下马 受绑 省得你公爷 费事 米顺大怒 亲自提枪 领部下四十元 战将前来交锋 马爷镇上 早有马瑶 三郡 红恩 红惠 戴仁 戴义 赵盛 孙彪八条好汉 随定了马爷 奋勇当先 前来交战 又是半夜黑暗之中 之杀的鬼哭神号 天愁的惨 米顺底底不住 呼听的连珠炮响 米顺心惊胆战 回马看时 暗暗叫苦 之见城中四面火起 喊沙连天 筋骨阵地 米顺镇上的三军 一起叫喊 不好了 城塔已破了 一个个胆落魂销 无心恋战 回马就走 四散奔逃 米顺剑阵乱 三军四散 支得虚暗一枪 回马就走 众英雄大喝一声道 米贼往那里走 一起催兵追赶下来 这一阵之杀的尸痕遍野 血流成河 马爷连忙吩咐招降众军 其身高叫道 米家众军将士听者 暗公爷施恩 不忍杀戮而等 如将者免死 那败残的人马 恨不得斗身双翅 脚下腾云 想逃性命 听得马爷招降 犹如死去逢生 各个气甲丢亏 慌忙下马 跪满道旁 其身阴道 知求活命 情愿归降 马爷见众军归降 吩咐扎下大债 不表 且为胡逵等破了城 正欲王顺 不亦何被胡逵所情 李定一哥赐到了米粮 一起捉进城中去了 陪天雄一马冲入重围 来拿米顺 早有康隆 王虎来救 秦桓 罗灿二人前来迎敌 四将在乱军中混战 秦桓 剑康隆的枪来的切近 将双铜并在左手 把康隆的枪先在半边 伸过右手 喝伸过来吧 抓住了假涛 提过马去 王虎剑秦桓 秦去了康隆 折了荒 刀法略慢了一慢 大腿上早被罗灿 一枪挑于马下 被众军所获 众英雄骑奔米顺 米顺叫声不好 茫茫去了盔甲 伴做小军的模样 混入乱军之中 带领部下贴身的几十名战将 杀奸一条血路 打灭了灯球火把 落荒而走 连夜逃奔长安去了 那些残兵败将 剑主将逃回 一个个倒戈卸甲 情愿投降 胡葵大喜 吩咐明经 收兵进城 不一时 马爷大兵已到 一起入城 安民几臂 茶点中江 各个前来参见 马爷大喜 都上了功劳薄 一面吩咐至久 与中江庆功 犒赏三军 一面江拿来的米粮 王顺 王虎 康隆 并一切大小将官 总打上球车 送上鸡 找山交付伯爷 同以前拿的校尉 知府一同囚禁 当晚安些 四日茶点 受伤的冰丁 都赏了良想 打巴回家去 江西安养 江新将的人马 茶点树木 有愿卫军者 都收入后 对有不愿卫军的 听他自去海乡 并不勉强 马爷这领一下 那些大小三军 欢声震的 个个都愿为军效力 供除奸贼 并无二心 这个风声传 将出去 那些远近的 府县官员 都为马爷之威 敢马爷之德 谁敢抗围 大兵一道 处处奸臣那款 所得粮草军饷 不计其数 马爷一路 辅军安民 浩浩荡荡 直往长安进发 不表 且严米顺所领五万人马 之胜的四十五骑 杀的丧胆亡魂 一路上马不停蹄 连夜赶到长安 急忙见了沈迁 哭诉前世 沈迁文言 大惊失色道 四辞大败 如何是好 幕下前来等 又针脚达达去了 长安城内江少兵夕 怎能迎敌 盲取令建一支 到临近地方 掉了一万人马 到长安扎住 以备迎敌 侯登桶 锦上天在座 便说道 马成龙此来 非为别事 乃是为众国公报仇 好在众国公都在天牢 太师可奏文妖子 只说众国公之后新兵造反 请天子御驾上城 假意昭安 赴他们官职 又进长安 散了他的兵权 一并杀之 沈的费力 若是他们不从 即将众国公榜上城头 应叫他们退兵 他们岂有不念父子骨肉的道理 沈迁大喜 说道 此祭圣妙 就是如此变了 且严马成龙催动大队人马 那日赶到长安 吩咐三军抵辰安营 早有报马进相符 说道 鸡爪山的人马抵辰下寨 沈迁文报大惊道 他如何来得如此神速 探子秉道 他自行兵以来 就是在登州同米大人 打了一战 鱼处关爱都是望风投顺 一路上秋毫无犯 并无阻止 故此来的火速 沈迁听了 心中害怕 吩咐再去打听 盲令九门提督同米顺带领众将守城 一面入朝见了天子 启咐道 今有众国公之子 怨恨皇上杀他父母 勾同鸡爪山的贼兵前来报仇 兵马已临晨下 请圣上卿去退敌 天子大惊 说道 一向并无报文启咐 为何一时兵就到了 审迁咐道 老臣已曾几次发兵前去针脚 无奈不能取胜 连鞭投官 老臣已发兵去了 天子不悦 说道 既是老亲自专征伐 今日自去退兵便了 要寡人何用 沈迁文言大怒 道 既是如此说来 圣上可将玉玺送与老夫 老夫自能退敌 说罢 竟自直见走上金鸾 抢步来到龙岸跟前 天子大惊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a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粉妆楼61横线70回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 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N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ce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an e-book except by following the terms of the trademark license including paying royalties for use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trademark license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may be modified unprinted and given away 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xiaxian license seption e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e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 Xiaxian 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 eeba 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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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d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eeba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eeba e c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ol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e.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e.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e.e.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wi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e.e.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ee through e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ee8 or ee9 e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ee4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ee through ee7 or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e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e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e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eb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ee e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ee8 or ee9 e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百分之二十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Literary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Literary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LiteraryArchive Foundation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as Xiexian 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s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E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s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as the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ject GutenbergLiteraryArchive Foundation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EFEF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dc Remod among all their reports to those features, of the log of information that were compromised, Debend from the MSCM Unique Script Limit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spirit Except for the rights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uch as defined pt orление EF Sen The Project GlutenbergLiterary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EF-SAN?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EF-SAN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EF-S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F-SAN,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UAS, IS, with N or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 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EF-U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EF-6 Indemnity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ork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E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 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is a non-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 as a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 as laws. The Foundation a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801-596-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to-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site An official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www.gutenberg.org Contact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yi meiyuan to wu qian meiyuan,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 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n powe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 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40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 This web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Shangbiao,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